据说热成像能抓拍到P 因为P是从人体喷射而出自带温度 只要有温度就能被热成像抓拍到 这是真的吗 夏娃表示热成像能够用颜色不同来显示温度不同 就像他现在这样 一个没有感情的彩色人种 亮黄色就代表温度较高 而颜色越偏向于冷色调 温度就越低 然后亚当开始了支辟流程 在喝下三四杯碳酸气泡水之后 发现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他决定自制一款高级的放屁机器 首先他需要模拟人体的温度 所以他在气缸外围加了一个水缸和电偶器 水缸能够提供一定的温度条件 电偶器可以实时汇报机器当中的温度数值 然后踩下开关 你就会听见一阵阵悦耳的声音 代表放屁机器制作成功 可以看到 这个放屁机器的气球 非常努力地进行他的工作 接下来 亚当把他引以为豪的作品搬到了热成像摄像机面前 准备好一切之后 踩下开关 然后放屁机器的气球又开始了他的颤抖 但很遗憾 热成像摄像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有关屁的声音 最后亚当的表情都在用力 可是热成像依旧不给力 并没捕捉到屁 只发现气球口的颜色在不断地变亮 温度在上升 因为在气球口 空气流动较为剧烈 但为什么还是没能捕捉到屁呢 这可能是因为密度的缘故 屁是一种低密度气体 不容易放出红外线 所以在热成像中就不会成像 那黑白电视为什么能捕捉到呢 二人认为是人造屁所造成的 亚当逃到了一台古老的黑白热成像摄像机 之后拿出一罐用于冷却机器的喷罐品 将其藏在双腿内侧 然后直接打开开关 气体喷射而出 在热成像摄像机中就呈现出黑色气体的画面 如果要气体颜色淡一点的画面 你只需要改变气体的产生速率即可 所以屁作为一种神秘又有味道的东西 是不会轻易地被我们捕捉到的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